你好,你吃过火锅吗? 咕噜咕噜,火锅 今天我要说四种火锅 第一种火锅是四川火锅 我觉得四川火锅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它的汤是红色的 对,红汤 然后这个汤非常麻 很麻,非常辣 如果你不吃辣 可能你觉得这个火锅看起来很可怕 可是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火锅非常非常有味道 所以呢,吃起来很爽很爽 那如果我们吃四川火锅,我们放什么呢? 我们放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放牛肉,羊肉 可是也有很多人喜欢放内脏 对,如果你去四川 可能你会看到这个 你会想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块抹布吗? 不是 这个不是抹布 这个是牛百叶 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奇怪 可是非常非常好吃 因为它的口感很脆 因为它的口感很脆 很脆很脆很脆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 你也可以放羊脑 好,看起来也很奇怪 看起来也很奇怪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一定很好吃 虽然我没有吃过 好,所以第一个是很麻很辣的四川火锅 那第二个是老北京火锅 老北京火锅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汤是清汤 就是没有味道 一般来说他们用水 可能他们放一点点葱 放一点点生姜 可是没有味道 我觉得如果你吃老北京火锅 可能你吃新鲜的羊肉比较多 嗯 你放羊肉 然后快快的捞起来 那这个羊肉没有味道 所以你要沾 你要沾一个酱 对,这个酱叫麻酱 麻酱是什么味道 嗯,我觉得是花生酱,芝麻酱,酱油的味道 我觉得很多很多人喜欢麻酱 因为它吃起来很香很香 因为它吃起来很香很香 吃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像花生酱 可是可能麻酱更香 我不是很喜欢 可是我知道很多很多人 喜欢羊肉和麻酱的结合 好,那这是第二个 老北京火锅 然后第三个是朝上火锅 嗯,这个火锅我也吃过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火锅 这个火锅它的汤不是红汤 不是青汤 它的汤一般来说有很多白萝卜 也有很多牛肉丸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很好喝 你喝这个汤你觉得很鲜很鲜很鲜很甜 如果你吃朝上火锅 你会放很好很好的牛肉 如果你去一个朝上火锅店 可能你会看到一张图 对,这张图是一只牛 然后它会告诉你每个部分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吃 为什么这个部分好吃 对,所以很特别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火锅 是粥火锅 这个我没有吃过 嗯,这个火锅的汤 嗯,不是汤 是锅底 不是红汤 不是青汤 不是牛肉丸汤 都不是,它是白粥 看起来很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吃这个火锅 你先吃肉,海鲜,蔬菜 最后你再喝粥 嗯,我觉得听起来很好喝 很好喝 很好喝 很有味道 嗯,好 最后一个火锅 我没有吃过 可是我看到很多很多人吃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好吃 第四个火锅 第四个火锅是云南的菌菇火锅 这个火锅里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菌类 有很多很多蘑菇 我看到如果你去吃这个火锅 服务员会给你一个沙漏 然后服务员说你要等 一定要等 沙漏,沙漏,沙子漏完了 你才可以吃 因为你知道很多蘑菇是有毒的 所以如果煮的时间太短了 可能有毒 所以你一定要听服务员的 这个火锅 这个火锅我觉得看起来超级超级好吃 如果我去云南 我一定一定要吃 好 当然中国还有别的火锅 以前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说了中国最有名的火锅是海底捞 你可以看看 那今天我介绍了四种有名的火锅 第一个是四川的火锅 第二个是老北京火锅 第三个是潮汕火锅 第四个是云南的菌菇火锅 你吃过这些火锅吗? 你觉得哪个看起来最好吃? 留言告诉我 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